跟朱姐打招呼了吗 没打的话 立刻回去 我跟她说两句话就走 你要是没打招呼 我就打电话报警了 你这是未经允许 擅闯明摘 关你们什么事啊 你们这是干什么 你我面对面 把话说清楚 难道你连 见我一面的胆量 都没有了吗 这位同志 麻烦你认清现实 第一 你长得不帅 第二 浑身充满着失败气 我们朱姐根本看不上你的 好吧 需要帮忙吗 需要 来得正好 姐姐 陈租发尾随我和于初辉 上了二十二楼 你小心 我不会再让你们吃苦 以后我养你 你来真的 行 找个地儿聊聊我 近两年 你的月收入平均要在两万 才算勉强我给 落湖上海 打分的话 是要看你养老保险 缴存时间的 我的要求不高吧 住车 你看啊 有了孩子以后 每个月必须要达到两万五 才能维持支出 所以我要考察 你的职业发展情况 好久不见 跟店我请个 吃吧 吃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